资料图,俄罗斯F-300防空导弹系统 环球网军事12月29日报道 俄罗斯卫先通讯社12月28日报道 12月25日 叙利亚防空军依靠俄罗斯自动控制系统 成功击退以色列空军大规模空袭 这些自动控制系统是在俄罗斯120M经济地中海被据失事后 被迅速运到大马士格的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12月25日晚 以色列空军6架F-16战斗机进入黎巴纳领空 从那里用GBU-39高精度制造炸弹 对大马士格地区设施发且空袭 叙利亚防空军击落14枚以军航空弹 想而二枚GBU-39 还是落到了续军第128旅后停中心的土地上 盖地位于大马士格以西西公里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事飞行员 还对远下准备停降大马士格和贝鲁特克机构成威胁 为防止悲剧发生 叙利亚政府军被使用防空和电子战武器 大马士兵格的飞行调度员 枪客机引离危险区域 几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 消息报表 这世续军首次使用防空武器自动控制系统应对空袭 该系统能实时将目标坐标 传出给铠甲弹炮和一防空系统 应对袭击过程中 叙利亚高射炮手及时交流信息 并将目标分类整理 F-300防空导弹系统 为参加战斗 黎巴嫩政府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紧急投诉 军事专家安东拉弗洛夫向消息报表示 以色列空军在袭击叙利亚被捕和中部地区时 一直使用黎巴嫩空域 安东拉弗洛夫向消息报表示 GB-39炸弹比巡航导弹更难击落 我们看到叙利亚防空再朝正确方向改进 黎巴嫩空域对以色列空军来说越来越不安全 俄罗斯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前指挥官 亚历山大格利克夫向消息报表示 使用多多化系统时 防空军官们不用花时间处理信息 只需要跟踪局势发展 判断哪个目标对防御设施更加危险 并下令摧毁 XV-7500D21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变 记者胡哲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 国家航天局获悉 12月12日16时45分 嫦娥4号探测器 经过约110小时奔月飞行 到达月球附近 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顺利完成太空刹车 被月球捕获 进入了近月点约100公里的环月轨道 近月制动是月球探测器飞行过程中 以此关键的轨道控制 飞临月球附近时 探测器通过减速制动 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投影速度 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16时39分 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科技人员发出指令 嫦娥4号探测器 在聚越面129公里处 成功实施7500牛发动机点火 变5分钟后 发动机正常关机 根据实时摇测数据监视探断 嫦娥4号探测器 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近月制动获得圆满成功 嫦娥4号探测器转时发射 转却入轨 原计划在季月制动前 实施的三色轨道中途修正 至于12月9日进行了一次 达到预期目标 后续 嫦娥4号探测器 将在环月轨道运行一段时间 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 开展与中继星的中继列路 在轨测室和导航敏感器在轨测室 确保探测器 最终能进入预定的着陆区 在机实施约球被面软着陆 美国加州警方称 一名29岁的男子 日前被快在当地一家 控制的中餐馆烟通中 两天后 终于被救出 在街道关于在旧金山湾区 有微弱的呼救声的报告后 救援人员紧急出动 前往救援 据称 这名男子被救时 已经筋疲力尽 并患有脱水症 但预计他会完全康复 警方称 该男子可能是擅自进入餐厅 但目前还不清楚 男子是否试图入室盗窃 当地时间大约9点30分 警察和消防员到达奥克兰附近的 圣洛伦佐丹洛安搜 现场时听到了呼救声 随后发现呼救来自探馆的夜通 阿拉米达县 阿拉米达县阿拉米达 警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使用梯子爬上屋顶后 找到了这名全身被油脂和油覆盖的男子 他被困在烟通里无法动弹 声明称 警察和消防员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才把这名男子拔出来 随后该男子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称 目前正在调查这名男子 是否擅自闯入或意图破坏 或偷窃台产 警方称 他们非常感谢消防员拯救了这名男子 在这种环境下 他再快一天可能就没命了 日本海上自卫队消息人士25日说 长盘号补给舰舰转涉嫌棋零手下多名船员 导致其中一名船员数月前自杀 正接受海上自卫队内部调查 据日本共同事报道 死者少卫军衔 32岁 服役于长盘号补给舰 他9月身亡 初步推断是自杀 只是没有留下一书 不少船员随后举报 说这名少卫生前遭舰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西林 海上自卫队上周组建一个专家组 着手调查这艘补给舰上 是否存在上级官员言语侮辱 动手殴打下级人员的霸凌现象 大约140名船员受到问询 据他们反映 舰长多次辱骂那名少卫 骂他蠢货 让他去死 滚蛋 一些人回忆 舰长曾故意不让少卫休息 一天晚上抄起手边的东西殴打少卫 而少卫次日便被发现自杀身亡 舰长接受调查时承认 曾严格管教过那名少卫 另外 调查人员发现这名舰长涉嫌殴打另一名海上自卫队员 日本海上自卫队 今年爆出多起大零和性骚扰事件 2004年10月 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的一名海上自卫队员自杀身亡 调查显示 他生前曾遭上及去零和羞辱 海上自卫队一度试图掩盖真相 2014年 另一名服役于驱逐舰丁海上自卫队员自杀身亡 调查显示 一名上级官员曾持手电筒殴打他 并且弄坏他的手机 那名上级官员后来被处以罚款 张淑仪 新环社专特稿 环球网军事12月20日报道 俄罗斯卫先通信社12月19日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格里格里卡拉辛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方认为 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多余 卡拉辛称 自2014年起 美军甲官被部署在不同乌克兰训练场 常年训练乌军士兵和军官 美国海军舰艇经常驶入乌克兰黑海港口 参加乌克兰国防部组织的联合演习 俄副外长强调称 我方认为 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多余 这违背明斯克协议 2018年 乌克兰从美国 立陶宛 英国以及加拿大 获得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致命武器和其他军事器材 俄罗斯多次警告 不要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因为这只会导致顿巴斯冲突升级 卡拉辛说 一旦乌克兰境内出现美国的新军事基地 俄罗斯也会同等回应 他指出 美新军事基地的出现 将导致安全领域局势进一步恶化 并会对顿巴斯冲突调解的前途 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11月底 俄消息报人引乌克兰执政圈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乌政府试图说服美国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用于测试的陆基周斯顿系统 环球网报道时习记者任劫 俄新社12月17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不扩散和军控部门主管 叶尔马克斯Vladimir Yomakov表示 日本关于在本国境内部署 美国陆基周斯顿Ajafashore反导系统计划的解释 无法令俄罗斯满意 我们遗憾的注意到日本越来越多的 参与破坏必须稳定的计划 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制造最新的拦截器和雷达 其中有一些位于俄罗斯边境 叶尔马克斯说 他还补充道 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能和部署位置 说明了日方有明显的法额 反华倾向 我们还担心日本决定在本国境内部署的 陆基周斯顿反导系统配备是一发射 战斧巡航导弹类型的打击武器的MK41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日方保证 这些系统将由日本机方控制 完全独立于美国反导体系 但这些保证并不能使我们满意 伊尔马克斯强调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7艘宙斯顿舰 此前于7月30日下水 预计2020年服役 这艘新造舰艇首次安装了协同作战能力系统 可以与伙伴共享敌方导弹 或飞机位置等情报信息 该系统技术含量较高 主要利用计算机 通信和网络等技术 把航母战斗群中各舰艇上的目标探测系统 指挥控制系统 武器系统和舰在预警机联网 实现作战信息共享 统一协调作战行动 在该系统网络内 每艘舰艇都可以实时共享战场 态势和目标动向 在打击空中目标时 有处于最佳位置的军舰发射武器进行拦截 提高航母编队的防空能力 XVU.PLOS 7,500D.1 原标题 日韩防卫部门举行电视会议 雷达照射问题各执一词 但将继续磋商 围绕韩国海军区逐舰 被指用火供雷达照射 日本海上自卫队行逻辑问题 日本防卫省12月27日宣布 当天通过电视会议 举行了日韩防卫部门的工作磋商 经过约两小时 双方仅论述了各自主张 讨论未能迷和分歧 不过 双方就继续展开必要的磋商达成一致 但未销定日程 据日本共同社12月28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介绍称 日方再度向韩方表示了遗憾 并要求防止再次发声 针对韩方主张并非可以为之等 日方在不暴露自己能力的程度上 出示相关证据进行了说明 韩国国防部也于27日称 举行了电视会议 韩方发布的消息显示 双方围绕院向消除误解 却认事实关系 以及技术上的分析交换了意见 韩方称 会议在友好且真诚的氛围中进行 就今后也继续展开 相关工作磋商达成了一致 日本防卫省称 此次为科长级磋商 双方各有约20人参加 日方有以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相当于联合参谋部首席 参事官为中心的防卫省 内阁官房 外务省负责人等出席 韩方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等出席 黄欢 12月27日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仙大笑达记者问 记者 上周 巴基斯坦空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举行了联合训练 此次联训的规模 比去年级之前的规模都大 请评价此次联训的重要性 并介绍相关成果 无间 11月30日 至12月23日 中巴两国空军 在巴基斯坦空军伯拉利基地 举行了代号为雄鹰七联合训练 中国空军歼10C 歼11B和空警 赴500预警机参训 与巴空军飞机 进行多颗目视战化联训 达到了预期目的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刘玉腾 作为俄罗斯F400防空反导系统的第一个海外用户 德斯观点报22日称 中国使用F400系统成功拦截高超音速把弹 显示出该导弹的强大性能 报道称 俄军事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此次测试工作于12月上行 在中国国内把场进行 在模拟敌方 实施高强度电子担扰条件下 中巴使用F400系统配备的48N6E导弹 在约250公里外 成功拦截的速度为每秒3公里 约8 82马赫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把弹 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称 F400能有效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号称先易性能最佳的远程篮截防空导弹 报道提到 此前俄方运输船只 在手踢F400交付过程中遭遇风浪 导致部分设备损坏 因此延误了交付时间